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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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再切到处挂乾坤太极图或是沙海正化解 而在前往儿子房间之前眼睛的谢老师马上发现家里最严重的问题 这一道楼梯刚好好像是在他家神明的正后 我不许你这么说 好了 而且也是在正中间 对 刚好前后左右都在屋子的正中间 然后刚一头提到就是说 当楼梯在屋子的中央的时候会形成大中的格局 原因是什么 一科学院里头是在一代他生活在的时候 风会从四周往屋子的中间冲进来 对 穿上去 对 穿上去 那这个时候呢 新生的真空效应的时候 就会让火势下去 这个时候其实在楼梯下的时候是影响安全性的问题 可是第二个是最大楼梯到的神明的正后方 这个是风使上很大的敬意 安神的时候最机会是神明的后方是楼梯 神明后方什么东西都不能有 但是如果是楼梯的话还要讲到 从他开始把神明放在楼梯的后面以后 从那一年开始他会发现逐年他的家里会变现下滑的灌灭 可是你这个是原本的吗 没有什么 但是你这个是什么时候把神明放在楼梯前面 其实一关就是了 一关就是了 所以十三年前就已经放了 就放了 慢慢的就好了 对啊 所以是下滑的 哇塞 那楼梯 神明后面真的太多都很痛 嗯 这样他现在怎么办 当然其实第一个考虑就是说 因为山不转路 转速不转横转 首先第一个是 半衣楼梯跟着在屋子的中间的时候 古代的是这样 你看到有一种那种 塔形的这个建物有没有 楼梯是这样子旋转 上到上面去的 对 那通常他在塔的顶端 做一个高科奇林彩八卦 嗯 那么正压整个塔的这个 安排器 上面有顶端 就是两个 对 就是这个 就是我们楼梯的真上方的转 那么 逛一次其林彩八卦 那么做一个 啊 增压楼梯 那如果是真的是 大气人家 他可能在我们的楼梯上去啊 他中间做了其林彩八卦的吊登 对吧 呃 也可以啊 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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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他现在也就是其林彩八卦 都要放在这上面 对 然后第二个考量就是 神明的位置 是不是可以转的方向 如果他可以往前方看出去 这样子他的背后 也不会刚好是楼梯 那他如果在没有办法改的情况之下 在没有办法改的情况下 我们会在楼梯跟神明的这个中间 摆放一面一片哦 大片呢 这个所谓的黄布 古代黄布 黄是皇帝才能使用 只有皇帝以外 一般民间是不许用黄色的布 第二个黄又在表什么 土 所以呢 暗示在后方呢 用黄布做一个阻隔 像一个土墙阻隔 但是后方通常会逢上 三十六面五地前之后 压在神座后方的墙壁上 这样就可以阻隔 神明后方 如果是楼梯或者是楼梯 不适合的一些建物的时候 那后面应该可以夹吧 那个 你的那个木座 它是定在上面的 那它可以放在那个 那个神龛 那个板子的后面 可以啊 它不能挂在这一面吗 可以啊 你不挂在这一面 可以啊 你就挂在这一面就好了 对啊 区区一个楼梯 就能造成架道中落 不但居中 还在神桌后方 而且两者都无法改变位置 幸好有法必有破 只要在楼梯上方 挂麒麟踩八卦 就可以化解梯局中 而在神桌后方 布黄布 并红上三十六每五地前 就能够形成结界咯 解决完棘手的楼梯问题 接下来儿子房间 又将出现什么样的煞气呢 好 可可在的房间 车子有在开往大啊 哇 可可读电脑资讯课的 资讯课有什么东西 你看看车的 你看看车的 你看 难怪可可要放安全帽在这 所以呢 戴安全帽说安全 戴安全帽打贱 你还要用车撑过来 打怪 打怪 这真的太危险了 这车套正对 对哥哥来讲 这煞很伤欸 他平常戴汗 也是都没在看这个错误 那老师呢 对他的身体 会有什么状况 其实外在这一个喔 其实我想 主要是在肉材的部分 我想 这个部分呢 对他的影响 比较稍微小一点 这一道煞气 但是其实 这个房间很好 他里面都没煞气喔 里面都没有煞气喔 煞气完全都从外面来 然后你看喔 除了这边 这个可能外面 可能景色上的味道 然后你看一下 门对过去的地方 楼梯刚好一片一片 正对他的房间的每一个高度 对 那其实呢 你小朋友逐年升高 刚好其他位置 都在不同的部位上 所以我说他每一年都会受伤 他都受伤 你跟小浪哥 在不同位置上 我确你跟小浪哥很幸运欸 怎么说 因为杀他还到一个程度 就停止啊 我觉得你可以讲 我就很用心把小浪哥做假事 这样 对啊 我也是到一个看不到 就停住了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 是不是有年啊 我儿子 莫言啊 气胸啊 还有那个 他都有 他光气胸就开了两次好了 假的 对啊 这六年来都开了两次 住六次医院了 好 所以说他 莫言气胸还蛮严重的病 而且那院长 医院就差点开证明書给我们 所以我们先去结束 因为这种都是有可能会丧病的病 对 是蛮严重的 呃 基本上我 我是真的觉得很少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 其实你 所以你无话可说吗 嗯 但是我这样讲 哦 我目前看到的六道的位置 是比较明显的前段 他隐藏后面还有三道 那我觉得小孩子还在几年成长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会说 所以你说爸爸的担心他还不能停 对 还要继续 首先第一个万一如果真的观众朋友 你遇到你真的面对出去 你的楼梯是一片一片完全切在你的门上的时候 麻烦请你第一个先像他买这个做这个窗帘布一样 哦 透光 对 先做一道窗帘布在门口 那么把它往下拉低一点点 当然就是装窗帘是比较快的嘛 那如果我真的彻底想要改变这个形式的话 我可以就在楼梯那边我整个把它封起来 这是会比较好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 对 这侧面呢它形成一片一片的这个侧边 把它封成平的 那这样子的话 它就没有这个所谓切进来一片一片 这是完全一劳有意的做法 对 好 那我想要找木红色的 然后就把它封起来 第一片木板而已 很简单 太可怕了 谢谢老师 天哪 到底是怎么了 不仅老婆 连儿子也全身都是病 为了抢救小孩的健康 最好先挂门脸 有时间再把楼梯定个隔板 才能够要到病厨 而接下来要到主卧房 关心男女主人的运势啦 我想要用柜子折一个小匙 那是 嗯 啊 啊 啊 爸爸你 究竟是什么物品 让主持人难以